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讲的是比喻说明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讲的说明明是为了把复杂的事物得浅易明白 具体生动,通常都会用什么手法呢?可以用比喻的 这是比喻说明的方法 例如我们说明自由是肯抽象的东西 如果要说明它是十分宝贵的特点,便可以用比喻 大家会用什么来比喻呢? 就像这句这样 自由好比阳光,没有他,世界会面太黑暗 透过阳光这个语体,我们便可以把道理说得具体 淺义容易被读者所了解 大家可否改出课文的例子呢? 联名指南针截六地三年说 磁石是古代人对磁石的称呼 因为磁石能浓浓地吸着铁气 就像磁爱的母亲深情地吸引着自己的孩子懒弱 但磁石毕竟是没有感情的石头 所以后来就把磁字底下的心字拆开 换成磁字旁 这样磁石就造成了磁石 了 作者介绍磁石最初的名字为磁石 换成了哪个比喻呢? 作者用词没有心情地吸引自己孩子的比喻 来说明磁石的意思 作者用比喻的说来 突然出磁石具有吸引的特点 明白易懂,增加了文章的趣味 有例如黄奎戏护公博物院折禄地三段 走进五门 是一个广阔的亭园 弯弯的金水河 像一条肉带 环冠东西 河上是五座精美的汉白玉石桥 这里的一条肉带是比喻金水河 说明它的形状和颜色 加上河上的汉白玉石桥 令人印象深刻 那我们利用比喻说明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说明名的比喻是不同一般的文学作品比喻 比喻的说明要要求 准确 容易明白 不能夸张或者是修飾的 例如 李白 写的诗由白发三千像 来利用耐心的手 这时达点夸张味道的 肯说明明就不适用了 总括而言 我们如果善用李白的手法 还可以把复杂的道理说得 淺白意味 印象深动 也可以使得感到趣味了 最后一个小练习 一 什么是比喻说明呢? 它有什么作用呢? 二 使用比喻说明写出两项的特点 一 礼貌的中央性 二 效規的作用 这就是答案了 一 我们写了 说明明 混用比喻来说明道理 叫做比喻说明 它可以 二 玩复杂的事物 说得淺 二 明白 对体生动 增加趣味 二 学生的自由写作 但必须要运用比喻的手法 一 礼貌是 滋养植物的水分 没有它 植物的生命 会变得枯萎 二 效規不自监狱状 而是忠实的朋友 提示我们做善良的好学生 感谢观看 词 可以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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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